第五回 唉,既然你不願意,那就算了 段貴長就怕妻子難過,她就安慰還 安陸山巴,見楊貴妃,你陣子在京中享樂 未必就會立刻來與我為難 就算她要來,也未必就在這幾天內 讓我想過辦法 你身體雖然硬件,但剛剛才騷完 還是不要過分操勞,你早點去休息吧 因為段貴長就加貧了 所以就請不起那些博士住月婆的人了 她服侍完妻子睡覺之後 拿出她以前用的寶劍和暗味 就走到大院裡去磨她那把寶劍 段貴長一邊磨,一邊嘆聲說 喲,劍啊,劍啊,劍,我將你等了十幾年這麼久 看來,今天要用到你了 正當段貴長心事重重的時候 突然間從屋外邊傳到赤赤的聲響 聲音很細微,但段貴長又怎麼會聽不出來 一聽就知道,是有武功相當高的夜行人來了 段貴長心想,好啊好啊,來得真快啊 看來我今晚怕要大開殺戒了 正如初一的晚頭下 天邊裡掛著微微幾顆淡淡的疏聲 演出裡頭黑媽媽 段貴長躲在牆角裡,一手抓住寶劍 連一隻手已經伸入暗氣囊裡頭 首先摸出兩顆,唯有劇毒的三靈頭的錶 但他想著想著,又將那些毒錶放回囊裡 另外摸到兩顆無毒的鐵蓮子出來 鐵蓮子剛剛扣在手心裡 說是次那是快,只聽到一陣衣衫大風的聲響 闊闊闊闊,兩條黑影已經飛過牆頭 段貴長猛延長身躍起,一聲呼喊 咻,給我淚低了 只見兩顆鐵蓮子應聲而出 奇怪了 飛出去之後竟然好像泥牛入海,無影無蹤 既沒有打動敵人,亦沒有聽到暗氣落地的聲音 他聽到一把蒼蠟的聲音笑著說 哈哈哈哈,姑爺啊,你的暗氣功夫越來越厲害了 段貴長擔高的頭向前一摸,原來是三哥你啊 老者的笑著說,哈哈哈哈,你還記得這門親前啊 一邊已經有十載那麼多了,連封書信都沒有了 喏,窦線娘有兄長五人,這個老者排行第三,叫做窦令符啊 段貴長雖然不願意和他們同流合污,但總有親戚的關係 扭著在那裡,當下就請他們走入內堂點起蠟燭 只見窦令符身上有血跡,近在窦令符旁邊的 是一位十七八歲的少年,這個少年一身灰暴衣裳 從外表看上來,好像是個鄉下仔那樣,一聲都不出 對段貴長的神情相當冷淡,段貴長覺得很奇怪 他想,他深夜前來,不知道為了什麼事呢 看他衣衫上的血跡,好像是受到一點輕傷那樣 道令符就說,哎,傻子,沒有些誇意他,見到長寶更快點叩頭 那個少年,只好跟段貴長叩頭三個響頭啊 叫到一聲,姑掌,段貴長趕快把他扶起心想 我離開他們的時候,三哥只有一個女兒的 或者,這個小孩如果是他以後生他都不應該有這麼大的 少年將手一甩,就不用段貴長扶他起來 他自己就站起來,這個少年手掌平身,就聽到當一聲響 只見一粒鐵蓮子從他的手指縫下跌了落地 少年冷冰冰地說,姑掌,這粒鐵蓮子我交給你 段貴長大吃一驚,他剛才發這兩粒鐵蓮子 是用到七成的耐力,而且還是用重手法打出去的 斗令符能夠摺都不足為奇,只這個年輕人只有十七八歲 能夠硬摺他的暗氣,又怎會不用他大為驚訝呢 斗令符哼到一聲就罵那個少年了,真是個蠢才 你在江湖島上已經走了兩年了,為何還像初歌那樣呢 少年退過一旁,望實段貴長,又聽到斗令符的聲響 以後,在黑夜裏頭不要妄折潛能,用手來接對方的暗氣 幸好你估了鐵蓮子沒有毒,不是的話,毒氣內侵,就算不死,他的手都會撐廢 接著,一面從三週裏頭摸了另一粒鐵蓮子來交給斷貴長 一面就教訓那個少年了,聽風便氣的本領,你都學會了 但是在黑夜來接暗氣的時候,你就應該要學我這樣用三週來捲了嘛 不是的話,就趕快去避開他,這樣才不會撐廢的 年輕人就說,多謝三叔的教訓 講話之間,斷貴長一眼看過去,見少年的種子裡又雨又黑 趕快就拿出一包金蒼藥來,就笑著說,哈哈哈哈,不經一事就不掌一致嘛 少年人吃的虧也都有好處的,話又說回來吧 我好像他這樣的年紀的時候,只怕還沒有他這樣的本領和怨力 哈哈哈哈,對了,你手指還痛不痛點嗎? 扶藥散就好了,少年冷冰冰地說,不用了,骨頭沒什麼事,只是微微有疏小痛的 就用那些藥,都不會有什麼大礙的,如果這樣都怕痛的話,還算什麼英雄好漢 扶藥散就說了,姑爺,不要理他了,不要理他了,他要硬衝好,我就讓他衝到夠了,讓他痛到夠了 段歸將他心想,這個小孩這麼硬頸,難道他因此怪了我? 這個少年對段歸張雖然冷冷淡淡,但段歸張反而很喜歡他 他猛然心中一懂,咦,對了,今早在馬蹄下救人的那個鄉下兒子,難道就是他? 正想出聲問,鬥領符已經搶先話了,對了,我家的妹子呢? 說好未完,就傳來鬥先亮卡卡的笑聲,從瓦骨頂上跳了下來說 三哥啊,什麼好風把你吹來啊? 原來鬥先亮,在聽到夜行人的聲息之後,就知道段歸張在院子裡頭 從正面來的敵人有他抵禦,亮夜無防的 所以他就去屋後面,秦到一堂,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黨羽 剛剛回來,就聽到他哥哥的講話聲音 鬥領符子燒著說,哈哈哈哈,陸妹啊,你還沒有忘記陸林中那套伎倆啊? 咦,為什麼你臉上有些不太妥呢?是病了啊? 鬥先亮笑而不答,段歸張就說,哦,他不是病啊 是昨晚坑剛剛生了個肥仔而已 哎呀,恭喜恭喜,可惜我這個做舅舅的,今晚沒有帶到什麼見面禮來啊 只見那個少年上前叩見鬥先亮 鬥先亮聽過前方自己做姑姑,覺得有點奇怪,連網問了 是誰的侄呢?為什麼我不認識他呢? 鬥領符子就說,龍妹,你還記不記得現山的鐵債主呢? 哦,這位小兄弟,怕是鐵家的雜丁了,小名叫做鐵摩勒,是不是呢? 我記起來了,我和徽章成親那天,鐵債主也曾帶他的兒子來喝酒 鬥領符子就說,沒錯了,那個小孩子就是他了嘛 哦,日子真的過得很快啊 動起手指來計算,已經是十年那麼長的事了 那時候,這個小兄弟還留著兩銅鼻涕呢?想不到現在這麼高大了哦 整個少年英雄這樣啊,鐵債主他幾好嘛 少年聽到這裡眼眩一紅,鬥領符子就說了 鐵債主就在你們離開之後的第二年過了身 但是我收到他做義子 他學武的誤性很高,所以你跟我什麼人都不帶,就帶他來 莫勒啊,你想學梅花針的功夫,以後就多些向你故故請教了 原來那個建山鐵債主就叫做鐵債輪,是胡人來的 鐵債輪的妻子就是泛洋風貴常老英雄的女兒 和窦家有一點親戚的關係 鐵債輪的武功很高 窦士紀兄弟和他聲聲相識,結成了生死之教 所以鐵債輪,在受到敵人暗算之後 鐵債輪就將這個兒子托孤給窦家了 鐵債將他心想,寡不知他年紀輕輕,就有如此的造藝 原來他是鐵債輪的兒子來的 鐵債輪就問了 三哥啊,你的三道有血跡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是否在路上又殺到什麼人啊? 鐵債輪咬咬聲聲笑著,哈哈哈哈,我平生殺人多 金唐幾乎被人殺我啊 鐵債輪吃得一驚就話了 三哥,你碰到什麼強敵,難道家裡出了什麼事? 他心想,若不是出事的話,他哥哥短短不會萬里條條來找他們的 鬥戀父就說,我今晚來,真是有兩件事情要請你們幫忙的 段歸章就說,你說吧,第一件事是請姑爺你贈藥,很慘愧,我第一趟被人打敗受到傷了 段歸章不過一瞬他心想,一點微微的外傷為什麼向我裸藥呢? 都沒想完,就聽到聲音,鬥戀父急不及待地撕爛了一份衣服 空甲上露出了一點針頭那麼大小的紅點,他就說 你是個大航甲,看得出嗎?段歸章一看,面色一變 啊,你個是白眉針,三哥,你和劍南堂家的人結了手 看,白眉針是一種劇毒的暗器,入到人體之後,他順著月道攻入心臟 那個人就馬上死了,現在鬥戀父空甲上的紅點離心房不到五寸那麼長 想來相當危險,鬥戀父就說,傷我這個人,我還未知道他的耐力 但是可以斷定,他卻不是唐家的人了 三哥,是誰人的暗器? 鬥戀父就說,不是,是雙方光明正大的拼鬥輸了給他的 雖然他用到這種這麼大毒的暗器,我也沒有說話可說 段歸章聽到這裡,心裡頭有點懷疑 他想,這個人既然用白眉針射中了他的穴道 還用什麼再用刀來傷他呢? 段歸章就不想牽連武林中的事 所以雖然有所懷疑,也不願多問,於是他就說 我家裡的靈芝驅毒院,雖然不是對症的解藥 但以三哥你的功力這麼深厚,吃一粒 想一下都可保平安無事的 原來段歸章的祖父在西征的時候得了一波千年的靈芝 佩製成若縣,所以的鬥戀父才來向他求約 鬥戀娘進去,拿到靈芝驅毒院出來,就給他哥哥 從臥室出來的時候,他就笑著說 兒子好乖,現在睡得好塌,我可以陪你們坐多一陣 三哥,那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陸妹,不知道你念不念我們兄妹的情依呢? 三哥,你這樣說就嚴重了 一武所生同胞情依,又怎會不念得呢? 如果你肯念兄妹之情的話 就麻煩你和妹夫一起返家,救下我們的性命 鬥戀娘聽到這裡,她看著她的丈夫很久才說 三哥,你先說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是這樣的,平壤皇家的人最近和我們激戰到一場 說來真的很慚愧啊 你這幾個不忠用的老哥哥都被他打敗了 平壤皇家的家世和窦家一樣 是十八路反王之一黃世聰的後代 黃世聰被李世民摘滅之後 他的後人也成了強盜世家 黃窦兩家是勢手 明真暗鬥的事,時常都會發生,本屬平常 但是窦倩梁這次聽到阿哥的說話 就心裡頭覺得很詫異了 原來皇家到了目前這一代 人才已經遠遠不及窦家 窦家五兄弟,個個武藝高強 門人弟子有幾十那麼多 而皇家呢,就只有一麥丹串 當家那個就叫做黃白通 武功雖然高,但比起窦家五虎 還是略順一籌啊 皇白通僅有一兒一女,還沒成人 門下弟子也遠遠不及窦家的多 屢次爭鬥都是窦家贏 到後來窦家的人走路的地方 到了那裡,黃白通就遠遠避開 不敢跟他爭風的了 所以這趟窦倩梁聽到說五位卿長 都全部拜診,不敢大為驚嚇 窦念父就說了 陸妹你有所不知啊 如今黑道上的形勢 和往日大不相同,英雄背出 我們路一輩都被蓋下了 窦倩梁出嫁從夫 都已經決心退出陸林 但是他究竟還是很掛念自己外家的事 聽到之後他就連網問了 黃白通請來了什麼這麼厲害的人物坐陣呢? 其他幾位大哥有沒有受傷啊? 黃白通正是請來了一個很厲害的人物 你這個名字叫精靜兒 精靜兒?這個名字我都沒聽過 段歸將他笑著說 我们在这条村里隐居了十年 真是快要变成龙人 窦领埠就说 近几年来 江湖之上出现了两个很厉害的人物 年纪轻轻都不过是二十多岁左右 手段相当狠压 静静儿就是其中之人 另外一个叫做空空儿 我们都没曾经见过 听说比珍珍儿更加厉害 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窦领埠就问了 这么厉害 怎么不可思议呢 难道就凭一个珍珍儿 就能够胜得我五个哥哥 窦领埠知道她的妹妹外游来光 正想击起她同仇敌丐 她就说 唉 别说了 窦领埠这套书的一败土地 连大哥她都受到伤 还有四弟也中到一眼百眉针 各位 窦领埠这一趟惨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听日志广啊 谢谢大家